欢迎收听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 践行与生活分享的线上广播 我是Ariel 嗨嗨我是主持人阿布 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 相当适合登山经验0的新手收听 老鸟在这边也可以听到关于山难议题 靠北山友与向导检定的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很生活化 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 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 让我们在山下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 今天的节目啊 我们要讨论的是最后一道防线 也就是野外不可以不知道的维生方式 你问我在爬山来讲 我心中最觉得有道理的一句话呢 就是人啊千万不可以小看大自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第一次去爬山的时候 可能已经十几年前了吧 然后那个时候是跟着一个团队啊 一个大哥啊他带队 然后大家一起去爬山 我第一次爬山的时候 穿着短裤 然后穿着凉鞋 是什么季节你穿短裤 就是一般的夏天秋天这样 其实我已经有点忘了 但是我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说我穿着短裤 然后没有穿袜子 穿着那种运动凉鞋 还自以为觉得很适合爬山 然后呢一去山上呢 就哇塞被那个野草啊 然后刮帮啊什么的 弄得满腿都是刮痕 然后惨不忍睹 所以从此之后我就知道 原来虽然只是近郊的一个小小的山 都是不可以小看它的 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多 你不知道的植物啊 动物啊等等 所以说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呢 一直都要抱持着一个很谦卑的心态 我是自己是一直这样觉得 所以说像这种啊 很爱登山啊 或者是很常常在山里跑来跑去的 朋友们一定都知道 在大自然里面 千万不可以小看它 我们当然是希望啊 在登山之前呢 都可以做好所有的防范措施 然后面对所有的风险都做好评估 但是要怎么样做好这样子的准备呢 那我们当然就必须要习得一些技能 那所谓的野外维生呢 就是一些求取在野外生存的能力 其实在野外啊 意外是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的 没错 我们应该要有接受意外的准备 因为我自己是大学是童军社的 童军呢我们有一个三大名言 第一个就是准备 第二个是日行一善 第三个就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这三大名言其实我只有对第一个准备是百分之百认同 第二跟第三个其实就认同一半而已 对啊 日行一善 为什么只认同一半 因为不能仅仅日行一善啊 应该而且做善事的程度跟频率也很重要 那我举例来说 当你知道非洲有小孩因为吃不饱饿肚子 那捐钱给他你觉得是适合的吗 好像不错啊 好那如果一个月捐一千块你觉得OK吗 OK啊 好假设一千块只能救一个非洲小孩 那明明知道还有成千上万个挨饿的人 那你会把你全部的薪水都捐出去吗 当然不会啊 OK好 所以这个做善事 这就是我想要提的 其实做善事的程度跟频率 这个有一把尺 自己要去拿捏 我觉得这个拿捏的尺度才是比日行一善更重要 OK所以我只能说日行一善我只能认同一半 那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你也不认同 嗯对因为你看到我文稿了 对那我觉得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这个应该就是以前偏偏小孩子用的啦 长大就知道其实每个人获得 生活上获得成就感的方式各有不同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靠别人的感谢而能得到成就感 像我自己的话我就觉得 就至少我自己不是这样了 服务也不一定是为了得到感谢嘛 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啊 有些山友他就是很爱帮大家服务 他就是很开心 因为他可能天生就是个热血的登山人 OK好 那我可能比较孤僻一点 不过我也以我的孤僻为傲这样子 好我们拉回来到准备 Be prepared Be prepared 好谢谢 那这个是我们那个贝登堡爷爷 谁啊 贝登堡爷爷就是童军里面就是想当当的人物 我不敢简称贝爷啦 因为如果现在简称贝爷大家都会想说是那个荒野求生的那个贝尔吉罗斯 就是那个什么都敢吃的那个主持人 对你有看过那个节目吗 有有有有 对我是超爱他的 我觉得他怎么可以长这么帅 然后呢又敢吃那些恶心巴辣的东西 真的是什么尿啊 尸体啊 虫啊 就是贝尔吉罗斯他有一句这个口头禅 我在这边讲一下让大家笑一下 就是因为大家都会问他昆虫肉的味道 他的那个中文翻译啊都会翻译说昆虫的味道啊 就是鸡肉味嘎嘣脆 蛋白质是牛肉的十倍 对那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觉得还蛮搞笑的 就是他的中文翻译鸡肉味嘎嘣脆 对看一次笑一次 嘎嘣脆是什么东西啊 就他那yamiyami那种那种撞声词 OKOK 好 那OK拉回到这个贝登堡爷爷 他说这个准备的定义 那我觉得这个准备的定义我还蛮认同的 他说要时常在身体上以及心理上 保持一个准备好的状态 去承担你的责任 那在心理上准备好呢 就是因为是童军嘛 所以他这边讲的比较八股一点 就是要鞭策自己服从每一个命令 并且要针对还没有发生的状况和事件 去做到事前准备 这样你就能在对的时刻做对的事情 并且乐意去执行 他其实讲到这个心理上做好准备 这边我稍微离题一下 你有看过这个鬼灭之刃吗 我有看过第一集 主角炭治郎 遇到他鬼杀队的师父 玲珑佐进刺 第一次碰面的时候 他的师父就问他说 因为他妹妹是吸血鬼嘛 如果你的妹妹吃了人了 那你会怎么处理 炭治郎认了大概两三秒 他马上就被他师父 啪哩巴掌 他师父就跟他讲说 针对刚刚的问题 你妹妹如果吃了人了 没有办法立即回答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你的决心太肤浅了 如果你妹妹吃了人的话 有两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杀了你妹妹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自己要切腹谢罪 带着吸血鬼妹妹同行 就要有这样的觉悟 对那我就觉得 嗯没错 就是其实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一个心理上觉悟 这样子在面对到困难的时候 才不会因为这些困难的东西 然后怨天尤人 因为其实本来做事情 或者是人生的道路上 就是会遇到困难 哇塞 我怎么觉得这一集有点沉重啊 没有啦 我稍微嘴炮一下 对 好那拉回来 就是贝登宝爷爷说 除了心理上的准备好之外呢 在身体上也要准备好 让自己要有强壮和有活力 才能够在对的时刻做对的事情 总之就是 登山就是要做好准备 对的 那回到登山 如果要预防山难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准备好 到底去爬什么山 第一天行程要爬多久 会爬升多少 那如果你只有一个人的话 那你知道要怎么走吗 会带纸本的地图吗 会使用地图吗 装备够齐全吗 那如果说对上 有人有带无线电或卫星电话 你自己会用吗 有想过最早的情况 然后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吗 这些问题 在身为新手的时候呢 其实说实话 我一个都答不出来 我就是傻傻地 跟着学长姐一起去爬山 那刚刚这连珠炮 这一大串问题 都是我日后慢慢爬 然后慢慢就是有找到这些问题的解答 所以如果这些问题都有办法解答出来 其实就可以大幅降低遇到山难的可能性了 真的耶 其实这真的不是很容易耶 因为对于一个比没有那么资深的人来讲啦 你要知道自己爬什么山 要爬多久 要爬升多少 这可能还可以做做功课就知道 可是你要怎么看地图 怎么用地图 你要怎么带齐全的装备 要怎么使用无线电话等等 这一些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 这其实都是需要自己花功夫去做一些准备的 当然啦我们如果说假设今天已经遇到了这个 山难的情况啊 我们一定会按照我们之前做的一些 登山企划书的规划 然后来做一些应对 那登山企划书要怎么写 这之后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再仔细的聊一聊 不过我这边呢 是想要跟大家再次的提醒 就是说因为大自然啊 他虽然说他既可净又可怕 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啦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人类嘛 那我们的先祖呢 其实自古以来都是在野外生活 所以说在野外生活了千万年 虽然我们现在都是这个温室里的花朵啦 那都市化让我们都会觉得 对野外啊有一种莫名的恐惧跟陌生 所以到了山里啊 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哇 怎么办一不知所措 不过其实我相信很多人 在爬山都有这样的感觉 刚开始爬山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辛苦好累 可是当你进去这个山林 几个小时之后 你慢慢的就开始跟山融为一体了 所以说即便刚开始 有一些陌生有些不安 但是我相信啊 这些在野外的活动能力 是我们身为人类的一种本能 也是我们的一种潜力 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因为太少接触大自然 所以说有时候会当然会有点疏忽啊 有点生疏啦 但是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恐怖 那今天的主题啊 就是有关这个野外为生嘛 那顾名思义就是要说 怎么样在这个荒郊野岭之外 然后没有在任何澳元之下求取生存 维持生命 那阿布我们今天为什么特别说的是野外为生 不是野外求生呢 在以前呢会强调野外求生 求生跟为生差别在于说 求生是要主动去找水源 找食物 然后做陷阱抓小动物 用树枝啊 搭一个这个帐篷或遮蔽物 或主动生活 这些动作都是会耗能量体力 然后要主动去做的 这个叫野外求生 那现在会提倡所谓的野外为生 就是比较被动式的 留在原地等待救援 保持自己的体温保留体力 减少能量上消耗 所以这是现在野外为生或求生的教官 或者是一些消防员 或者是一些散战救助队 所提倡的一个方法 所以说其实现在我们要倡导的 就是说在真的野外遇到危机的时候 能活越久的人就赢了 对没错 对所以要一直维持自己的这个生理状态 所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在这个等候救援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叫做333原则 333原则呢 指的就是说 室温三小时 缺水三天 没有食物三周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人类都还是可以存活的 第一项就是指室温三小时嘛 因为其实室温是最容易让人快速死亡的杀手 真的 对 你缺水缺食物根本都没有关系 你看过铁达尼号吗 当然咯 最后一幕那个Jack怎么死了你还记得吗 就是太冷了 对它不是淹死哦 它是被那个海水被冷死了 对 没错 那因为海水那个铁达尼号 海水应该是4度C吧 就是很冷 所以它可能没有撑那么久 它可能只有撑个半小时就挂了 对 在这个野外为生的状况之下 你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保暖 这个重要性远远胜过于水啊跟食物 真的 不过呢 大家也不要听到这个数据就觉得很可怕 哇三小时而已 三天而已 怎么办 其实呢 只要有坚定自己能够活下去的信心 相信自己可以胜过这三小时的话 其实你要55566677888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意志力是求生的关键 所以说啊 如果说当你真的遇到啊 迷失啊 迷路了啦 或者是危急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其实第一件事呢 就是冷静 嗯 这边我补充说明一下 其实在山难事件里面啊 经过统计 大概有40%到50%的case 都是迷路造成的 所以接下来讲的这个 这个野外维生 或者是这些stop步骤 都是以迷路的应对方法为主 没错 阿布刚刚就有提到 接下来我们就会讲一个stop步骤 就是STOP 这个你在冷静啊 抽根烟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进入这个stop步骤 第一个S S其实就代表是stop stop就是停下来先冷静一下 呼吸一下 深吸拾口气 然后呢 T就是think think呢 就是请你回想一下 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路 从哪里开始迷路的 那你知道吗 迷路的人都会有个心态 他会很抗拒往回走 你有迷路过吗 我超常迷路的耶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然后 但是你知道迷路的人啊 他常常就想要冲出一条路径来 你在野外迷路 会想一直往前冲吗 其实我会害怕 我会冲一阵子之后 但是我当我发现自己迷路了 我在往前走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做记号 哦 所以在 入这一集之前 你自己的迷路经验 你却替自己留下记号 对 但是我的确不敢走太远啊 然后我可能走了 真的走不出路了 我就会往回走了 这个迷路的这一个心态啊 你如果硬是要往前冲 这个是很母汤的 好不好 ダメです 请不要继续往前走了 就请回头 回到你当初迷路的起点 好 那如果说 就像刚刚提到的 如果你真的必须 也你已经忘记要怎么往回走了 或怎么样 你一定要在途中都留下一些记录 不管是你是把路边的草绑起来 或者是你堆一些石头等等 重点就是你要留下 让人家能够找到你的轨迹 嗯 好 那这样搜救的行动才会比较顺利 好 不管是你身上有带什么道具啊 不管是麦克笔啊 或者是甚至塑胶带啊 你都可以撕成一条一条的 绑在树枝上 嗯 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方法 能够留下你的轨迹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 O O Observe Observe呢 就是指的就是观察 那另外呢 它有一个翻译是指的 No river 这个其实主要 它是讲说 如果你今天真的迷路了 你不要往下面去探路 因为基本上呢 如果你真的迷路了 有一个规则是 你往人线上走是会比较好的 而不是往下切 那为什么不要待在 溪骨旁边 不要往下切呢 第一个 因为溪骨的水声 声音太大 人家会找不到你 你即便叫了 也没人知道 就是没人知道 才会知道 对 然后呢 很冷耶 你竟然知道这个梗 对 好 然后再来就是说 靠近溪骨很容易 没有讯号 所以你反而往高处走 往人线走 的讯号会比较强 接受到讯息的机会 当然就会比较大 嗯 然后再来就是溪骨的地形 跟一般的地形比较不一样 大家在爬山过程当中 常常会有需要走干溪钩的路线嘛 诶 北一段你们应该有走到这路线吗 有很多很多很多干溪钩 那干溪钩呢 因为它是溪流的流出来的路嘛 对 所以它看起来真的很像一条路 但是常常呢 会是一条死路 你跟着它走越切越深 但是其实不知道切到哪里去 真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电影常常会有演啊 就是你顺着溪走 然后就走到一个美丽的小村庄 但这个都是幻想好吗 对那国外啦 国外地形比较平缓 台湾呢 就是小小一块 又有玉山 这么高的山 所以整个地形是很陡的 河流又短又陡 靠近溪流来脱困的这种事 是在国外提高获救机率的方法 但这个方法在台湾是完全完全不适用的 对 那再来就是溪谷啊 它其实气温相对比较低 所以失温的风险 失温的风险也会比较高 好那第四个呢 P指的就是Plan Plan呢 是指拟定计划呢 要在原地等待救援 好那这个时候呢 你既然已经要在原地等待救援了嘛 你可以找一棵大树 有比较安稳的感觉 遮风避雨啦 就是雨滴 不会直接打在一身上 然后累的时候可以被靠在大树上 跟大树相依为命 有个依靠这样子 对 OK 然后呢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在大树旁拿出你的小包包 然后看你到底有哪一些东西 数数看自己到底还有多少食物 然后有多少保暖的东西 或者是有多少维生的器具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完成了这个Stop S-T-O-P 四个步骤 嗯 等情绪稳定之后呢 就可以看自己包包里面有哪些东西可以用 当初你到底打包了什么东西进去就非常重要了 在这里我们就简单说明一下 维生小包 维生小背包要如何准备 那以下这些内容呢 都可以依依个人的经验 或者是需求来自行的增加或减少 那首先是大垃圾袋 第二个是毛帽 第三个保暖衣物 第四个水 第五个行动梁 那行动梁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再加上了紧急梁或者是被梁 然后再来是头灯 哨子 麦克笔 蜡烛 打火机 大力胶带或束线带 简单说明一下这些东西的功用 山诞的时候这些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功能 大垃圾袋在你保持体温上会有很大的帮助 就如果下雨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大垃圾袋中央部分开个洞 你的头就可以直接套进去 当作是一个隔绝湿气雨滴的一个 保暖层吗 保暖层 OK 那一般来讲我会建议大家一次准备两个大垃圾袋 因为一个大垃圾袋可能没有办法把你整个身体包覆起来 还有下半身 对 而且有可能就是打包的太暴力了 可能会把垃圾袋给弄破了 那这样等到真的要用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很傻眼 所以一般来讲我会准备两个 就是以防万一 那还有就是也确保自己可以整个身体都塞进去大垃圾袋里面 那毛帽的部分 不管我爬什么山 我一定会带东西 因为晚上你在山屋里面睡觉 那没有带毛帽 有很大的几率 隔天你可能就会头痛 然后引发高山症 可是那一日的行程就不用带了吧 一日的行程 看爬季节 那或许就不用 对 如果说是冬天 然后去爬阳明山 如果好死不死 在阳明山迷路 其实也蛮冷的 要过夜 对 那其实毛帽也会是一个帮助 嗯哼 再来是保暖衣物 其实前面这三个 垃圾袋 毛帽跟保暖衣物 都是要预防湿温 嗯 所以刚刚那个三十三原则的第一个三就是 湿温三角时就要很容易挂掉 前三个装备都是预防湿温用的 那再来就是水 行进水 再来是行动梁 或者是被梁 紧急梁 那Ariel你知道我刚刚说的这三种梁的差别在哪边吗 嗯 紧急梁跟被梁 好像我听起来都觉得差不多耶 OK好 那我相信大多数的听众会有一样的困扰 我就做个解释 紧急梁呢 就是当你遇到紧急状况 那要马上补充热量 无法开火的时候可以用 叫紧急梁 所以准备的方向通常都是sneaker 这种单位热量很高的东西 被梁呢 是指如果爬山爬到一半遇到台风 那其实大家都还蛮安全的 只是会晚一点下山 那这种东西就叫做被梁 OK 那被梁的准备方向通常都是泡面 或者是用正餐类的 一个面包其实也可以 对 那行进梁就是你边走边吃用的 所以行动梁 紧急梁跟被梁 这个也会建议就是尽量随身都带在身上 再来是头灯 装备类的头灯 哨子 麦克笔 蜡烛跟打火机 那这几个东西其实 我相信不用我多多解释 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就用来干嘛的 哨子就是拿来求救用的嘛 麦克笔很简单就是 做记号 对 你在大石头 经过大石头 画个叉叉 还是画个SOS 让搜救人员日后 比较方便找到你 蜡烛呢就是保暖用的 就是 哦蜡烛是保暖用的 对啊 就你如果搭出了一个可以遮风 避雨的地方 那你自己躲在大的那个黑色垃圾袋里面的时候呢 再放个蜡烛 这样可以让你瞬间的温度上升很快 我刚才在想说这年代了怎么还会有人用蜡烛啊 另外蜡烛也可以帮助你升萤火 升野火 哦 ok 对它可以提供当作是一个稳定的热源这样子 那那可以带炉头吗 当然可以啊 炉头可以取代吗 可以可以可以 凡是能够升火的东西都可以带 但炉头比较尴尬一点是 炉头一定要搭配瓦斯罐 就是打火机炉头瓦斯罐这三个要一起准备 所以相对来讲它就会重很多 对你缺一不可 你少带一个打火机 那就都没用了 ok 对那你或许一个人 你不会背瓦斯跟炉头 但你可以准备一根小蜡烛 这样有了小蜡烛之后 用打火机点燃起小蜡烛 更容易你去烧 营火或野火去让你 维持体温 或者是提供安全感 好那最后一个 刚刚没讲到大力胶带或束线带 这个东西就是当你需要绑东西的时候 大力胶带能够提供的用处很大 可以帮助你去固定的银绳啊 或者是 做记号啊 都很方便 好那我自己的话就是 我上面的东西不会全带 但就会带的我快速念一下 就是大垃圾带两个 毛帽 王蓝衣物 王蓝衣物也会带两节试语衣 这一定要带 然后水 三种粮食 行动粮 紧急粮跟备粮 头灯 那头灯部分 我会建议用USB的头灯 你就可以不用担心说用到一般煤电 那我这边会推荐用这个 Phoenix F-E-N-I-X 这个品牌的USB头灯 我用到目前为止觉得非常满意 我真的哦 因为你知道吗 我自己也是用USB头灯 可是有些山友他会觉得USB头灯 他那种蓄电能力会慢慢的变差 所以说他们宁可要带那种可以更换电池的 OK USB充电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你随身也带着行动电源就好了 那我用这个Phoenix USB头灯 我还没有在山上遇到需要充电的状况 爬大概六七天的山 我可以一直用都不用充电 还蛮厉害的 对啊 他满格是四格电 那我在六七天的行程上 我还没有看过他低于两格电过 所以我是非常推荐这个品牌的 我自己也是用USB的头灯 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用的啦 对 然后也不会 也是蛮耐的 也不会很容易没电 对啊 而且你带行动电源的好处就是 它也可以当作你手机的充电来源 你就不用另外再带干电池 你的重量就可以省掉那干电池的重量 那另外我还会带哨子 束线带跟打火机 这是我自己随身会携带的东西 那你呢 你会带哪些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保命的 维持生命的这个概念真的很差 因为可能我自己都怕重 所以我真的带的东西都很少 那但是我自己一定会带的 因为我最怕最怕的其实就是冷 我非常怕时温 所以说我一定会带保暖的东西 那保暖的东西就包含了保命坛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又轻 然后又方便收纳的一个好物 我没有买过 保命坛多少钱啊 有贵的有便宜的 这便宜的50块就有了吧 贵的也才250 才50块 对啊它就是像铝箔纸一样 然后折起来那么小 摊开就是很大一个 然后有些人也会把它拿来当地垫 它就是一个铝箔纸 然后你只要很冷的时候 蹲在那里 然后把它包裹你的全身 就会瞬间变得很温暖 就变得跟那个大垃圾袋共用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可以收纳成很小 嗯 不过保命坛听起来威力又更强一点 有做更好的主角让热更能够锁在里面这样子 对啊那大家要用保命坛或者是我想大垃圾袋也是一样的原理 它不是让你把自己包住之后继续行走 它其实是你要包了之后你就蹲在那里不要动 嗯不要让它热量散失 嗯所以说这个是大垃圾袋跟保命坛的主要使用方式 好你只要包住之后你就蹲下来 不要让你的那个体温散掉 那如果因为既然我这么怕冷的话啊 我就跟大家说明一下一些这个湿温预防跟处置的方法 那所谓湿温的定义啊 它其实指的是核心的温度小于35度 嗯因为大家知道吗 这个人的正常体温都是在3637左右 那如果你的核心温度呢小于35度 那其实你就已经有符合湿温的定义 那湿温其实会有四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呢 你会感觉到自己有轻微的发抖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严重的发抖 第三个阶段呢是身体的功能下降 然后持续不停的发抖 而且会进入一个反应迟钝的状况 嗯哼 好这就比较严重 那最严重的阶段呢就直接进入了 意识模糊 然后会停止发抖 如果到第四个阶段 基本上就快挂了 就快死了 对对对 这就很严重了 所以说其实有这四个阶段啊 大家就可以判断一下自己身边的人 或者是自己的身体状况 目前是哪一个阶段 嗯造成失温的原因 这边我换我讲一下 好 第一个就是轻忽跟大意 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能不会认为夏天会失温 我来考一下Area好了 每上升100米 温度会下降多少 你还记得吗 0.6度 好不错 对 所以可想而知 如果上升了 你在一个3000米的高山上 会比山下的气温要低18度 嗯哼 所以夏天爬山也有可能会造成失温 好这第一个原因就是大意 流汗呢 跟夏天爬山也会造成失温 第二个就是风寒或水寒效应 什么叫风寒或水寒效应啊 简单来讲就是 你身上如果有水 然后呢 又有风在吹你 那可能当时的气温 可能明明只是10度 但如果有风在吹你 你身上又有汗水 你就会觉得好像零度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的体感温度 会低于实际温度 这个就叫做风寒或水寒效应 因为风或者是水 会带走你身上体温 那这也是最常见 失温的一个主要原因 再来就是错误的穿搭方式 比如说穿太多 流很多汗 造成失温 或者是穿太少 被冷到 那或者是穿棉质的衣物 流了汗之后呢 汗不容易挥发 导致于身上的汗 一直把体温给带走 那又或者是 明明走路的时候会有温度 但又怕冷 穿羽绒衣 边走边流汗 这就是错误的服装 穿搭方式所造成的失温 我刚刚开始登山的时候 超爱穿羽绒衣的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就觉得很温暖 很舒服啊 软绵绵的 后来才发现 那一流汗或一下雨 就不得了 对 通常会建议说 新手可以让自己的体表温度 维持在一个 微冷的状态 这样是比较好的 那我不太建议就是 走路走到会发热或流汗 这就代表你穿太多了 因为一旦流汗很麻烦 第一个不仅会臭 第二个就是 山上的风啊 你可能走一走 感觉没什么风 过了一个转弯 突然风就变得大了 所以如果你的汗 没有擦得很及时 风这样一吹 或者是登顶 大家很high 被人线上的风一吹 结果就失温了 那失温了到底 应该怎么办啊 失温该怎么办 第一个就是先注意自己 有没有失温的可能性 就让已经还是健康的人 保持在健康状态 不要再增加失温的人数了 因为一旦有人失温 就代表他丧失了判断力 或者是丧失了 照顾别人的能力 所以第一件事先确保 大家都不要失温了 再来就是阻断热的流失 拿出避难障啊 背包套啊 塑料袋啊 求真坦 入宿袋 把自己跟伙伴 把它套起来 再来就是我们主动的体外回温 比如说 喝热水啊 吃食物啊 脱下 吃掉衣服啊 或生活啊 我觉得生活非常有用 嗯哼 但它们失温的时候都是有下雨啊 下雨是比较难生的 对啦 这倒是 那如果严重失温的时候呢 那请Ara帮我们补充一下 如果真的遇到严重失温 其实你也不要想那么多 就把所有现在你身上的同伴们所有的道具 塑胶袋啊 外脏啊 睡袋啊 羽绒衣啊 热水瓶啊 全部能够保暖的东西通通拿出来 然后把患者包裹起来 让它越温暖越好 而且是套住它的身体躯干 请让它留两个鼻孔呼吸 然后躺到睡袋里面 然后如果说有那种热水袋啊 等等 都可以放在它失温的核心部位 那核心部位就包含比方腋下 脖子颈动脉这边 还有胯下 那当然啊 东西也记得不要太烫 因为已经失温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反应 烫的那个触觉 他也有可能会被烫伤 所以说这个部分就是等同伴 同伴要帮他注意一下 能包裹的东西通通都使出来 然后帮伤患包裹起来 那刚刚姐是有提到啦 无论是夏天啊 冬天啊 都有可能会失温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不管什么时候去登山 都一定要记得带一壶热水 要有保温瓶 都可以紧急用就对了 我自己也会带保温瓶 不过里面是会装热的 黑糖 黑糖水 糖水 我今天超卡 好 对 我也带这个热的黑糖水 一来是可以提供 温度上的回温 第二个就是 这个姜茶啊 是还蛮醒脑的 因为它不会太好喝 喝下去这个刺激感 跟它所提供的糖类 对于身体的舒适感的提升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OK 那这样聊完了失温 其实就表示我们的生理上 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分防顾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谈谈心理上 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那其实啊 因为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童子军在 那你知道吗 阿布我听说啊 那个童军课啊 是不是在那种什么训练 那个最后几个阶段啊 都要求所有的童子军 都要独自在夜晚的野外 过一个晚上 然后才能够毕业啊 有这种事吗 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啦 那就是一个人生一个营活 度过漫漫长夜这么久 他是不是为了想要 培养童子军们那种 在野外独立生活的 那种能力 maybe 因为对我来说 类似的状况 是在宣示过程中有遇到 就是前往宣示场地的时候呢 我们会蒙上眼睛 然后学长姐会给你一盏小蜡烛 然后会问你一些问题 让你去沉思 然后你也不能走 反正就是在那地方 看着小小烛光 沉思个一二十分钟 然后把这个问题的答案 想出来之后 那会再把你眼睛蒙上去 前往带你宣示的场地 所以这比较像啦 但是就没有说 把你丢到荒郊野外 一个晚上 是没有那么夸张 那但是我觉得 也许你刚刚说的这种也是一个训练一个人独处的能力的一个方法 因为啊其实人啊在单独在野外面对黑暗啊 这种孤独的精神防御力是相当重要的 嗯 一个人在这个孤独在这个孤独无缘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这个坚强的精神力的话呢 那其实会感受很紧张很害怕 会觉得好像有鬼魅鲁影鲁影随形的跟在你身边 这其实如果说你不赶快冷静下来的话 常常会惊慌失措耶 你自己觉得你自认为你的精神力或意志力算强的人吗 我是算不怕黑啦 不过 真的吗 你确定不怕黑 对我不太怕黑 可是问题是 呃如果一个人在荒郊野外 的确应该是蛮恐怖的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独自在外面露营过 我知道很多山友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我还没有办法 那你觉得嘞独处的能力很重要吗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像现在这个社交非常频繁的社会中 FB啊IG啊LINE啊Telegram 这些社交软体虽然让大家表面上距离好像拉近了 但人际互动变多了也会加深寂寞感 譬如说可能POG文商就会期待朋友们来按赞 那看对方读了讯息没有 或者是没有读讯息就开始自己在那边东想西想的有些小剧场 所以我之前都是只有保持LINE的状况 总之我是觉得一个人不会让人感觉到悲哀 是不懂得独处才会 好 那拉回来这有研究指出呢 紧张或害怕的心理状态也会加速 身体身上能量消耗 对所以你越紧张你的体能就会丧失的越快 对就死的越快了 没错没错 如果说你真的觉得 有需要去做一些这个独处训练的话 那我也是奉劝各位啊 一定要严选地点 因为如果你是第一次做这样子的个人独处训练的话呢 建议一定要找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交山 所以说在几次这样子的训练之后呢 其实这个经验不断的累积 相信就可以应付大部分的状况啦 但是你知道吗 这我实在不敢说嘴 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根本也没有自己去训练过这个东西 我只是在网路上呢 有很多老师们是这样子的教导 是用这样子的训练方式 是可以提升每个人在夜晚面对孤独 独自面对深夜黑暗的这一种能力啦 嗯哼 生活活帮助会很大 对 如果没有生活的话会蛮崩溃的 没错没错 对啊 那我们刚刚也已经讲了 不管是生理上跟心理上的 都有很多维生的技巧跟维生的诀窍 这个要请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上网一定要做好笔记 做好功课 这样子出门之后才能够万无一失 OK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最后一道防线野外不可不知的维生方式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 跟大家说一声 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按下订阅分享 不喜欢的话也请分享给考验的人来互相伤害 Anyway 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我们讲的主题 请留言在越来越开乐的FB IG Telegram的粉丝团 那就下次见咯 拜拜